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这位男士是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的队员 他正在给当地的孩子们表演武术 如果不是画面右边这位鹤枪实弹的队员 你一定很难想象当地其实深受恐怖袭击的困扰 2013年中国应联合国设立马里稳定团的要求 派遣395名官兵前往马里执行维和任务 据了解马里稳定团共有一万一千多名军事人员 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 2014年的9月份第二批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 奔赴撒哈拉沙漠南部城市加奥 马里北部地区局势动荡 经常发生炸弹地雷袭击 医疗分队的爱纯华医生说 当医生的谁没见过生死离别 但是在马里见到被炸得血肉模糊的伤员的时候 还是被震撼到了 因为躺在手术台上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熟悉的战友 尽管如此 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中国维和军人毫不畏惧 平均每日排查车辆300余台次 人员近千人次 马里稳定团司令卡组拉少将曾经感慨地说 我们把东战区司令部的防卫任务交给中国维和部队 非常放心 另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也给维和官兵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工兵分队要长时间的户外施工 在动辄四五十度的这样一个高温之下 往往还没开始作业就已经是汗流下背了 晚上还要遭受成群蚊虫的叮咬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工兵分队却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 其他国家的工兵一个月建三套板房 中国工兵一个月建成十套 马里稳定团的官兵敬佩地称之为中国速度 中国维和军人的良好作风 也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紧邻中国营区的布尔贡洁村 85岁的村长杜尔说 中国军人不仅帮他们维护安全 还为村民送来了大米和药品 他由衷地感谢中国军人 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 近日印尼雅加达首位华裔省长中万学 被英文杂志环球亚洲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 他们认为中万学开启了印尼政界一个新的现象 那就是大胆讲话时言不讳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今年48岁的中万学人人称阿学 是在印尼出生的第三代华人 出生于东物理洞县 大学毕业之后跟父亲一起开采西矿 也办过纱布场 身为客家后裔 中万学从小就深受客家人 敢为天下先的这样一种精神的影响 2004年38岁的中万学弃伤从政 由于他为人清廉 再加上客家人和蔼可亲的形象 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后担任了县议员 县长和国会议员 2012年中万学作为当时新当选的 雅加达省省长 左科的搭档 成功地就任雅加达省的副省长 而后来呢 左科当上了印尼总统之后 中万学于2014年的11月份 就任雅加达省省长 中万学的执政风格可以用强硬二字来形容 对于一些执政不利的官员 他敢于直言不讳的提出非常尖利的批评 不怕得罪人 因此中万学也赢得了一个脾气火爆的评价 中万学就任雅加达省长之后呢 被媒体评论为对印尼华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因为许多像中万学一样的华裔新生代 投身政界 转变了以往印尼华裔 只重视经商而远离政界的形象 我把视线转向美国 给您介绍一位远征军老兵 他的名字叫做于汉精 现在生活在美国 已经是92岁高龄了 年轻的时候 他曾追随国民党将领孙立仁一起抗日 于汉精1923年出生于山东 17岁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英语专业 大二的时候 被选入战地服务团议员训练班 后来担任范义官帮助美国和中国军队联合作战 他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指挥官训练中国军人 如何使用卡车和大炮等 1944年中国军队为打通滇缅公路 挫败日军自印度向缅北的进攻 于汉精在战斗中被炮弹的碎片击中了右腿 幸好身旁一名美国同伴装在裤兜里的打火机挡住了部分碎片 这才幸免遇难 在医院进行了简单的手术之后 于汉精又参加了缅甸密芝纳战役 负责帮助前方的美国指挥官向后方的中国炮兵传达号令 相邻弹役中于汉精多次命悬一线 有一回他正在战壕当中组装武器 这个时候日军的炮弹打了过来 他硬是抱着这个70多公斤重的装备 跑了800多米 等他停下来再回过头看的时候 刚才他所在的这个战壕已经被炮弹 炸了一个硕大的坑 历时三个多月 中美联军终于是取得了密芝纳战役的胜利 歼灭日军3000多人 由于作战时的出色表现 1946年于汉精被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 1978年于汉精举家移民到了美国 在南加州落户 如今身体硬朗的于汉精老人 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里看书写字 尽管电视上放映着各种抗战影片 老人却从来都不看 他是这么说的 真实的战争远比电视里的残酷的多 他不愿意主动提起那段岁月 那是因为每当想起那些英年早逝的战友 他总是有一种追心的痛 视线再转向加拿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网络无法传递气味 香水等气味商品的销售 一直不是太好 最近一名加拿大的华裔学生 就研究出了一种独特的技术 让人们可以在网上轻松的购买气味商品 您瞧就是他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做殷家伟 今年25岁出生于加拿大 殷家伟从小就很喜欢发明 目前在加拿大皇后大学主修矿物学 有一天他在网上给朋友飘选香水 可看了好几遍味道介绍 还是不知道该买哪一个 说此起发 殷家伟有了帮助气味商品 网络推广的这样一个想法 从此之后 他开始在各大院校旁听 生物心理等学科的课程 通过一年多的比对实验 发现可以从一个人喜欢的其他事物 比如色彩图案等这些方面来入手 确定这个人对气味的偏好 其中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而殷家伟也凭借着这项气味推广专利 在前不久的全球学生企业家大奖赛中 从25个国家的精英学生当中是脱颖而出 成为了多伦多地区唯一的优胜者 并将代表加拿大参加2月4号 在美国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再来看澳大利亚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尖脑袋小眼睛的袋鼠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但是您知道吗 它发起脾气来还真的挺吓人的 你看 这位华裔饲养员小伙就很悲催 他的名字叫做赵健 接近27岁 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生动物园工作 平时的工作就是照顾袋鼠 前几天赵健像往常一样 给这个袋鼠打扫龙舍 就在关门的那一刹那 一只袋鼠跳了上来 冲着他的屁股 光当就是一脚 没任何思想准备的赵健 直接就栽倒在了地上 这一回头 你猜怎么着 赵健看到那只袋鼠正对着他秀肌肉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袋鼠又一个跳跃 上来就给他来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暴打 可怜的赵健被袋鼠揍得整个人都绝望了 他说那种感觉特别像小时候被街头的小混混给欺负了 他急忙用胳膊捂住了脸并大声呼救 闻声赶来的同事也着实被吓了一跳 赶紧把他从龙舍里脱了出来 这个时候的赵健浑身上下都是被袋鼠抓出来的血槽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笼子里的那只袋鼠正在悠闲地啃吃着蘑菇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边赵健还在家里养伤 那边他的师父又被袋鼠给修理了一番 而且伤得更严重 这看似温顺老师的袋鼠怎么暴躁起来这么吓人 动物专家是这么说的 袋鼠其实也经常会因为抢食发情等因素变得性情暴躁 看来这当饲养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您去澳大利亚旅游碰到袋鼠 记得离他远点 好 目光在聚焦新西兰 嗨 大家好 我是船长高明 我是水手长郑士广 我是水手董斌 我是机电师余永 您看到的这四名小伙子来自大连 虽然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 有开公司的 有开车的 还有给钢琴调音的 但是一个共同的梦想让他们聚到了一起 那就是环球航行 去年7月1号船长高明带领三名船员 驾驶一艘名为第二梦想号的帆船 从大连出发开始了途径36个国家 航程达到5万多海里的环球航海之旅 目前他们正在新西兰 这也是他们访问的第八个国家 说起当时做出环球航行的决定 高明说完全就是兴趣使然 我本人酷爱户外运动 那么在偶尔一次玩翻版的时候 遇到了生命危险 那么后来考虑到年龄的问题 我改到了帆船 第二梦想号帆船上有两室一厅两位 通讯安全导航设备拒全 就连做饭用的煤气灶台 都是经过特殊处理 不管有多大的风浪都不会晃 正是梦想号带着他们收获了一段又一段奇特的经历 不管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忧愁 你只要驾驶翻船 你驶向大海 你的心就会和天一样高和海一样快 在他们的经历当中 最难忘的就是在基里巴斯的卡顿岛 岛上只有六户人家 23个人 没有公路 红绿灯和超市 椰子树比人还多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岛上的海岸线不断的上升 虽然条件艰苦 当地民众却依然深爱着脚下的土地 表示要与卡顿岛共存亡 党民们跳的土风舞 粗广浑厚 这种仿佛用生命跳出来的舞蹈 深深的震撼了这四位青年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对生命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好 我们再来看意大利 中国有百家姓 那您知道在米兰的华侨华人当中 哪个姓排行第一呢 根据意大利米兰户籍登记管理部门 最近发布的2014年 城市人口姓氏使用排行 古月胡成了当地的第一大姓 据统计 截止到2014年的12月底 华人姓氏胡姓超越了之前使用人数最多的罗西 成为了米兰使用人数最多的姓氏 与此同时呢 华人姓氏陈姓周姓也被列入到了使用人数最多的姓氏前十名 分别位列第七和第九 视线再转向中国香港 近日第41届香港玩具展在香港开幕 高科技元素越来越成为了儿童玩具的卖点 我们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个设备啊 是一台儿童显微镜玩具 它除了拥有一般显微镜的功能之外呢 还可以连接电脑和智能手机 将显微镜下的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香港玩具展呢 是亚洲最大的玩具展 共有2700家海内外的企业参加本次展览 研制这些玩具的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 如今的这个玩具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 玩具厂商应该设计研发自己的产品 如果说你是要做代工的产品 你的回报率也很低 企业应该做那个自己的品牌 不能再做那个代工 事件再转向葡萄牙 最近葡萄牙的海关入境处发生了几起 中国公民由于没有提前申报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而被当地海关扣留的案例 小张便是这其中的一位 近日小张从中国乘飞机到葡萄牙游玩 不料在入境的时候遭到了海关工作人员的阻拦 原来工作人员在小张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台 崭新的价值7500元人民币的高档相机 据欧盟海关的规定 入境人员携带商品的价值超过了430欧元的 都要提前进行申报 对此当地海关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携带贵重物品需要提前申报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事件再转向毛里求斯 春节就要到了 中国驻毛里求斯事馆提醒广大 赴毛里求斯的中国游客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首先 中国公民只要持有中国护照 返程机票和住宿证明 就可以免签入境毛里求斯 但是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30天 入境的时候 每人最多允许携带一升烈性酒 和两升葡萄酒或者是啤酒 烟草制品不得超过250克 其次 毛里求斯机动车驾驶员在右沿路左侧行驶 道路交汇处多维环岛 游客外出务必注意交通安全 租车自驾最好购买权限 另外现在正值毛里求斯的夏季 雨水大 蚊虫多 而且有台风登陆 请游客一定要提前查看当地的天机预报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请及时拨打报警求助电话 事件再转向日本 近日 日本政府宣布将放宽对华个人游客三年多次往返签证的申请条件 取消对高收入阶层的访地限制 并将签证的有效期限延长到五年 那根据放宽后的签证规定 日本将对商务目的以及文化知识类人士发放的多次签证 将不再要求到访者提供赴日经历 以及日本方面的保证人身份保证书 再来看俄罗斯 接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举行了 在俄优秀毕业生扶持计划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呢 这一计划是为在俄罗斯学习的中国优秀自费毕业生提供经费支持 以帮助他们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 据统计呢 2014年有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的13名中国毕业生获得了这一计划的支持 这其中11人继续攻读副博士学位 两人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走进今天的我的2014 我叫邱丹峰 今年29岁 来自湖北省武汉市 我2014年的关键词是迎接新的挑战 我来到迪拜已经六年半了 现在就职于阿联酋驾驶学院市场部 专门负责校内华人学员的学车事宜 帮助学员树立信心 克服抱有英文不好学车难的心理 也是我每天需要重复面对的问题 这些挑战也在被我一一攻克 未来还会有新的挑战 我会积极面对迎接挑战 加油 我叫张胜杰 今年30岁 我是一家IT技术公司的创始人 我2014年选的关键词是蜕变 我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华侨创业交流的圈子 我想通过这个圈子把蜕变也带给在访 新一代的华人 让他们能够有新的创业方向 也能够去开拓新的市场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接下来进入华人故事 34年前的陈世明 只是一个法国的小厨师 而如今却成为了一家传媒集团的董事长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世明 画面中接受采访的这个中年人叫陈世明 他来自浙江温州 是法国巴黎多家中餐馆的老板 他现在记者去一家便利店 而他人生的改变就是源起于1982年 在这家便利店中无意中购买的一张彩票 当年受在巴黎京餐馆的唐姐的邀请 只有18岁的陈世明来到了法国帮工 没想到无意中购买的彩票高中 陈世明立即结束了打工的生涯 用这笔钱与人合伙在巴黎郊区 看了一家中餐馆 驱车经过凯旋门 就到了巴黎最繁华的香榭丽社大道上 陈世明告诉记者 在法国的华人都爱叫这条街为香街 在这个号称巴黎金三角的黄金地段 他别具一格的开发了一家名叫 禅庄花园的高档中餐馆 被称为巴黎中餐馆中的阳春白雪 深受法国时刻的喜爱 而在禅庄花园街对面 陈世明还有五家传媒公司 从2011年开始 他着力与法国媒体合作 与法国电视台Domin TV举行正式签约 联手合作推出明日中国栏目 这也使得他这家传媒公司 成为首家进驻法国电视台的欧洲华人媒体 而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不是别人 就是从小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女儿 妇女其上阵不亦乐乎 从餐馆到传媒公司 陈世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职业跨度呢 他兴致很高 特一带记者去当年创业的第一家店去看看 一要挂就到了 在那个16号 那你看 现在开始红心堂 哦 看到红心堂 不是 是那一间那一间 改成那一间 现在不是日本茶了 串烧料理 对 本来是我们北京老的 对不起啊 我们是 他们是那个厌制的 CCTGAT的 能不能开一开那可以吗 后面是厨房一群啊 不大啊 当时这里也不大 当时我有七十个 七十个位 大厨 那边是厨房 不是这里 当时开二十多岁 开这个餐馆 对 有信心吗 状态 对那个未来 那个时候呢 觉得很刺激啊 二十多岁开餐馆 很高兴 也很刺激 但是不知道这个生意 非常的不容易做 虽然第一份生意并不容易 但却为陈世明 积累了很多经验 他对未来更有信心 三年后 高额转让第一家餐厅后 陈世明决定 进军巴黎市区 他在巴黎市区 独自开了一家名叫 工地的中餐馆 生意出奇的好 那时 随着中法关系的升温 中餐也渐渐被法国人熟悉 接受 尝到甜头的他 又在市区 另一繁华地段 开了一家金百合 生意仍然很好 于是 他又在市区不同的地段 开了多家金百合 家家顾客一门 金百合系列中餐馆 都是陈世明 自己设计装修的 每道菜 也融入了他的创意 短短几年间 金百合 就成了有名的美食品牌 风米巴黎 但是 当时一场意料不到的风波 让全巴黎的中餐馆 陷入绝境 法国第四二台 报到了 中国餐馆 说我们的中国餐馆 很抓 很乱 不畏心 吃了会生病 然后从第四上 爬出来 很重很重 那些牛肉 什么不该进 到处感受的一塌糊涂 然后有一个法国人 吃了以后 注意 六个月以后 身体还没好 这么法国 一报到以后 接下来 所有的法国的媒体 都报到了中餐馆 装 乱 不畏心 从那以后 所有的中餐馆的生意 一路牵扎 更难做了 陈世明首先做出反应 在法国著名的 费加罗报上 买下版面 刊登中餐馆的 澄清声明 与此同时 巴黎的中餐馆老板 联合起来 准备采取强硬行动 回击法国媒体 对中餐馆的污蔑行为 他们聚会的地点 是巴黎开外时间 最久的 新安江餐馆 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干预 上街游行被取消 通过律师 通过律师状告法国电视二台 要求他们澄清事实 赔礼道歉的要求 也不了了之 这让陈世明异常气愤 他没有后退 还在酝酿着 更大的开店计划 陈世明想在巴黎 最繁华的街道 湘西利社大街 开一家顶级中餐馆 因此寻访了好几年 终于等来了机会 湘西利社大街 有家日本餐馆想盘调 出家好几百万欧元 陈世明卖掉部分 生意虎报的金百合中餐馆 凑足了钱 把这家餐馆盘了下来 有了好位置的餐厅后 陈世明花了很多时间 研究菜品 现在餐厅里的海鲜锅饭 成吉思汗羊肉 羊明山庄 风味牛肉等特色菜 吸引了法国一批铁杆食客 2005年 陈世明还曾带着他的现任厨师 去上海参加了国际烹饪艺术大赛 荣获第二名 他亲自做的丝香与馋花 则荣获金牌 这些年来 陈世明新创的特色菜 总共有55道 不断更新的特色菜 是茶庄花园 能一直保持水准的历绝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风波又一次来临 中餐馆再次面临危难 一个中国人 是在开餐馆 开的郊区 一个法国人 向警察局告 说这个中餐馆 下面瞒着一个小孩子的尸体 在下面 那么警察局呢 又没有调查清楚 就马上到那个餐馆去 中餐馆去 把它挂掉 然后中餐挖下去 这个一挂一挂 中餐可能没生意 可能关门了 然后真的挖出去以后 他挖出了一个 一个古土 是磨的古土 也不是这个餐馆 一切的 很小一切的 那最后 这个中餐的老爸 很无奈嘛 是吗 这件事情 在法国媒体上 铺天盖地的报道 给中餐馆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件事情 让陈世明 很受刺激 他不想让中餐馆以后 再受这样的侮辱 要避免这些事 就必须要有话语权 依靠法国主流媒体 正面报道中餐 以及中国文化 所以陈世明大胆决定 自己开一家传媒公司 进军传媒界 通过谈判 陈世明买下了 法国电视三十一台 晚上黄金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段 专门播放介绍 中国文化和中国美食的节目 节目取名 明日中国 我的目标是希望 能够更快的时间 能够在法国拥有一个 二十小时的电视台 尤其是主流电台 是法语的电台 这所有目标 能够更快的 能够买一个电视台 能够要二十小时的 需求我们的中国文化 需求我们的环绕方向 然后更多的 把我们所写的事情 能够通过第一十台 游泳法国人 法国人更了解中国 陈世明说 目前餐厅的生意比较稳定 他更多的精力 都是放在媒体公司的精英上 在记者告别陈世明的 那个黄昆 他拿出了许久 没吹过的笛子 要为记者吹一首 中国的曲子 在法国三十四年里 他完成了一次蜕变 从一个小餐馆的厨师 到传媒公司的董事长 他赚过很多的钱 也受过很多的磨难 但无论如何 认准了目标 自己就一定要实现 陈世明说 自己做的这些不为别的 为的就是争取中餐的尊严 我们也希望 他的目标可以尽快实现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